在这里一共种植了60亩的月季花 光月季花的品种就有1200多种 2万多颗 而我们的曾经公园 也是我们江苏省唯一一个世界月季名园 月红这个品种 它是由我们中国最早 也是最先发现的一个月季的母本 然后带入到欧洲 在月季史上它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